各位同学早,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弹性力学的第一章 第一章Mathematical Preliminalist 也就等于说是数学的一些介绍 那这一章我们再重整一下 我们主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所谓的张量Tensor的一些观念 张量Tensor的一个观念 我们在上次上课的时候 在课程刚要的时候跟各位解释过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门课介绍张量 它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张量是一种简写的一种写法 它可以用一个式子 一个式子来代表好几个式子 那个在处理上的话会比较单纯一点 但这不是我们要学张量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张量最主要 另外一个张量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对处理方程式的坐标转换非常方便 我们讲的方程式的坐标转换 不是单纯的 所谓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直角 直角坐标 这是X轴 这是Y轴 我说好把它转到X X' Y' 这个Z'跟Z' 都一样 我们这边转一个细打 然后呢 比如说以应变来讲 我知道YXX等于几 那我们晓不晓得 等于什么 那我们晓不晓得YXX'等于什么 这个坐标转换不是单纯的 像直角 像一个一般直角坐标 我只是转一个角度 从假定我已经知道 这个XX方向的正应变 我知不知道 我如何可以马上得到 X'X'的正应变 这个是简单的 同一个坐标轴 直角坐标 只是转一个角度 那这种的坐标转换 算是简单的 而到时候你们会发现 如果利用张量的观念 从这个转到这个更单纯 你们甚至不要去推导公式 它会有一个直接的公式 告诉各位 你不要每次转个角 记不住就要直接推导 它有一个很容易记的公式 但是它真正的目的不在这 这个是单纯的 我不要靠张量 我也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真正是指的是 不同的坐标之间的转换 也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我在XYZ坐标 推出来的公式 而我现在想用的是原柱坐标 R C打Z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或者我现在用的是球坐标 R C打Fight 记得这三个都是直角坐标 只是这是线性直角坐标 这两种呢 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曲线坐标 因为这种X 我们一般常用的 所谓的线性直角坐标 指的是在任何时候 你的坐标轴的方向不会变 这是X轴永远是X轴 可是你们知道 原置坐标或球面坐标 它的坐标是曲线的 它随着不同的位置 它的坐标方向会不一样 也就等于说我们现在 学张量我们不是 我们只举个例子来讲 假定我在直角坐标 推导出一个公式 这是你们知道的 减硬变 YZ等于二分之一的 你们将会学到这个公司 也就是说在YZ这个平面上的 减硬变 等于二分之一的 Y方向的位移 对Z的位分 加上Z方向的位移 对Y的位分 U sub Y sub Z代表Y跟Z方向的位移 假定我推导出这个公司了 而我现在要用的是 原住坐标 也就是讲的 我要问你的是 Y 等于几 或是Y 等于几 你一般来讲 你要得到 你当初怎么推这个的 你要得到这两个 你要在同一 这个坐标系统上 同样方法再来推一次 因为这个不是直接带换的 我们上次跟各位说过 可是如果你们学到了 张量的观念的话 到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各位 怎么样 只是借由查表 我就可以把公司 从这边推出这两个 也就等于说 张量 他本身的观念 对出 因为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 因为张量的定义 就跟坐标转换有关 张量的定义 是跟坐标转换有关的 所以 你利用张量的观念 来把一个偏为分方 尤其是不是普通方程式 是偏为分方程式 OK 因为偏为分方程式 才会影响到坐标 偏为分方程式会影响到坐标 所以可以把偏为分方程式 从一个 从你在某一个坐标系统 推导出来的方程式 很快的会得到 在另外一个坐标系统的形式 这是在我们讲 以前先让各位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花两三个 我们会花两三周的时间 讲第一章 因为我们要给各位介绍 初步的观念 对不起 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 你利用张量的观念 不只是这样子简单纯的坐标转换 很容易得到 就是像这样子比较复杂的坐标转换 我们也很容易得到 这次我们要让各位介绍 因为我们这门课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公式 也都是以卡提森 也就是以线性直角坐标来推导的 也是用线性直角坐标推导出来的 但是你们将来真正使用到的时候 不保证你们一定只能用线性直角坐标 会有可能碰到圆柱坐标跟球面坐标 所以借由这一章的了解 你们将来在不同的任何方程式 不见得是我们这门课的话 在任何的方程式 你们任何人家由线性直角坐标推导出来的方程式 你们想要改成圆柱坐标或球坐标都很容易 那我们在讲以前还一定要先声明的 真正的张亮 它可以变成一门课 因为它所指的坐标转换 不只是单纯的像这三个坐标之间的转换 这三个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右手螺旋 它甚至还可以扩充到 从右手螺旋的坐标转到左手螺旋 你知道我们一般习惯都是用右手螺旋 这是工程上的惯例 但是左手螺旋坐标也并没有错 也就是你说XY转到Z 这也没有错 你可以用这个左手螺旋坐标来推你的公司 你高兴的话 你高兴的话那没有问题 自己时间要讲清楚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性能直角坐标 如果说是原来用的是右手螺旋 我改成左手螺旋 方程式的形式也会坏 那依照张亮的观念 他也可以很容易帮你从这个推到这个 OK 也就等于说张亮可以变成一门 甚至是研究所的课 那我们这边只花了两三个礼拜 是实际上课的六分之一左右 实际上课的六分之一左右 也只是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介绍的张亮观念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 我们也是在线性直角坐标的状况之下来介绍的 而且我们只谈到张亮观念里面跟我们这个课会有关的部分 我们不会很坚弱的谈 只会谈到跟这门课比较有关系的部分 所以我必须要先强调 各位朋友不要以为学完第一章就说对张亮很了解 事实上第一章只是张亮里面 严格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部分 所以老师教法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小节 这一章分成了六个小节 我们第一个小节就跟各位介绍所谓的index rotation 这边的所谓的指标写法 这个index指的就是上标或下标 但是我们在张亮里面的符号 如果你们真的去找张亮的书的话 会看到它有上标也有下标 但是我们这边只用下标 这主要指的是右手螺旋的 index rotation 我们先介绍 先从符号 就是张亮我们所用的那种符号来解释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介绍张亮里面会用的两个名词 一个clinic delta 事实上它是一个单位矩阵 另外一个叫alternative symbol 它主要是用来 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它可以做符号的转换 正符号的转换 然后跟各位介绍一下 行列式 determinance 行列式的一个所谓的index rotation的一个写法 那是我们常会用到的一个式子 然后嘛 第三个我们介绍 inverse matrix matrix 反矩阵 那这边介绍反矩阵的目的呢 主要是跟各位介绍一个在解三元一次连线系连立方程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个观念会引导到你们在公书上学到的特征值问题 而那个特征值问题在工程上用途非常的多 你们当中在公书就在想啊为什么学特征值 事实上我们这门课就可以用特征值可以用来解主应力及主应变 还不只是如此 那我们会给各位叫这个主要的一个回顾一下主要的观念 一点一点三 然后一点四节呢 我们主要的介绍向量 这里面介绍是向量的各种运算 我们如何用index rotation来代替 因为向量本身就是张量的一种 张量有分成几阶几阶 向量其实是所谓的一阶张量 我们当然都会告诉各位 矩阵就是向量的二阶张量 只是向量不是只有一阶二阶的 因为我们谈过所谓的张量 一般来讲指的也是一样 你一阶指的是这个物理量 要用一个坐标系统描述 二阶指的是这个物理量 要用两组坐标系统描述 还可以有三阶四阶 更高阶的都可以 我们后面会慢慢跟各位介绍 所以向量 因为张量本身指的是一个物理量 它是个物理量 OK 类似向量一样 那我们这边先补充说明一下 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向量 大家的直觉反应就知道 向量就是一个有方向的量 也就是要用一个坐标 因为它是有方向的量 所以要用一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因为你一定要用坐标系统来描述方向 但我们再告诉各位 提醒各位一下 严格说起来 向量的定义并不单单只是如此 有物理 一个有方向的量 不一定是向量 我们待会举例给各位看 这跟很多同学以前学到可能有点不一样 大家现在听好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的话 观念现在开始澄清一下 我们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再强调 所谓有方向的量 就叫向量 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 真正向量的定义是 一个有方向的物理量 而且 它还有第二个条件 它不只是单纯的方向 它还有很重要的第二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的加法 要依照 这是A 这是B 它的加法 是依照这个平行式边形定义 这个是A加B 或者是 我的这个向量加 依照这个的加法 因为依照这个来讲 它会满足交换率 它会满足交换率 OK 我来讲讲 真正来讲 所谓的向量的定义是 一个物理量 它不只是有大小 而且具有方向 然后 这个物理量的加法 必须要满足这个平行式边形定义 而这个平行式边形定义的意识 也代表 这种物 这个向量 它的加法是可交换的 A加B等于B加A 很多同学可能性会认为 这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 你们永远都知道向量本来是这样子 我现在马上告诉各位 至少有一个物理量 它有方向 但是 它不满足交换率 它A加B不等于B加A 什么样子的物理量 大角度的旋转 第一点 我们说要转动一个东西 把一个物体转90度 这个绝对有方向 以这个板差来讲 我看 我是绕着这个轴转 还是绕这个轴转 还是绕这个轴转 这都很明显是有方向的 所以这个物理量是有方向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 我们只让它绕两个轴转 第一个是这个轴 第二个是这个水平轴 如果它是有方向性 有交换率的话 我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转揣的结果 跟先绕这个轴转 再绕这个轴转 转揣的结果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都用反时针 假定都绕着 以箭头的反时针来转 我先绕锤子轴 往上反时针 所以是这样子转 转90度 然后绕着这个轴 绕着这个轴 反时针转90度 好 你们现在看到 是这个朝向各位 我们现在再来看 假定我先绕着这个轴 反时针转90度 再绕着锤子轴 再绕着锤子 锤子的轴 反时针转90度 变成这个面 所以这个角度的旋转 是有方向 但是它的不满足 加法交换率 所以大角度的旋转 不是向量 大家听清楚 大角度的旋转 它不是向量 它不是向量 OK 那你们会想想 但是呢 很小角度的旋转 是因为你们会讨论到 我们都学到 角速度 我没感 Omega 我们说它是一个向量 Dcda Dt 为什么 因为这个Omega 事实上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是一个 微分式 这个Dcda 通常你知道 微分式这个就代表很小 小角度的旋转 很小角度的旋转 它是向量 很小角度的旋转 这个可以证明的 但我不再证明 我指的小度 角度是指的 Infinitesimal的角度 非常小角度的旋转 它可以是向量 它可以是向量 可是大角度的旋转 不是向量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 跟各位说这个 因为到时候我们会给各位讲 同样的 张量的定义 也不是说 比如说 一个二阶张量 不是代表 一个物理量 它需要两个 它会需要两个坐标 来描述 就叫张量 不是 张量还有一个定义 是如果这个物理量 是张量的话 它在不同的坐标 转换中 要满足某一种 特殊的形式 那到时候呢 我们在第五节 会跟各位介绍 OK 也是因为张量 有这种 也就得说 也不一定是 任何的物理量 你都可以把它 当作张量 因为它必须要在 坐标转换的时候 满足某种特殊的形式 所以这边来讲 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其实谈的 都是张量一些观念 但是我们会先避免 用张量的这个字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这个index rotation 这种指标写法 是我们对这边来讲 叫下标的写法 在各种里面常用到的 不管是偏为分方程式 还是行列式矩阵向量 的各种形式 让各位学习 这种符号的用法 然后呢 熟悉了符号用法以后 我们第五节 就会跟各位介绍 在线性直角坐标 直下的张量 这一节主要就是 告诉各位 张量的真正的 基本的定义 以及张量一些特色 那第六节 就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 和它并不复杂 我们说fear的方式 所谓fear的方式 指的就是 一个是 fear的方式定义 就叫function of position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 是function of我的坐标 function of我的xyz 或是function of我的rc打z 等等 那也就是因为 如果你是一个fear的方式 你就会产生出 偏为分方程式 因为它不只是 方式一个变数 它是function三个坐标 xyz等等 所以一定是 偏为方程式 然后这一小节 我们主要的 最后一小节就是 告诉各位 如何 如何 把 从线性直角 推倒的方式 利用张量的观念 转成 转成其他的坐标的形式 OK 这是我们第一章 给各位要介绍的 也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所谓的初步的 这个数学观念 事实上主要就是 介绍张量 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章非常重要 我们还有上课 录影 每每一 这两这两三周 下课的时候 各位就好回去 仔细复习一下 我们讲不懂的话 可以问我 或是看看录影带 但是第一章的观念 一定要弄清楚 因为你们第一章的 它不难 但是你们不弄清楚的话 后面的二三四章 你们会非常痛苦 因为我们二三四章用的 都是这个下标符号 而对同学来讲 是不熟悉的 你们第一章 一定要先熟悉 佛罗话在我们 在谈的时候 甚至会不太清楚 我在讲什么 这是我再三的 要提醒各位的 好 那就第一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 index rotation 我来讲 这边的index 没有特别来讲 我们指的都是下标 所谓的index rotation 这种下标 下标表示法 指的就是把 就是用一个符号 一个符号 来代替一组实数 最单纯的下标表示法 就是一个下标而已 比如说 我们一个项链 那我们现在看 下标表示法 因为我们都会用一二三 所以我们先讲 我的线性直角坐标 我们现在开始 各位就要习惯一下 我先行直角坐标 你们习惯xyz 我们先来用这个 就是叫 1121属力 或是xy x2 x属力 我们不会 这边不定要x 只是一个符号 你高兴要用y 也没有能拦住你 OK 只是就是讲的 我们传统上说是xy6 我们现在用的是 xyxy6 这等于以前的x轴 这个y轴 这个z轴 那我们以前习惯 IJK我们用的是 1sub1 1sub2 1sub3 因为下标符号 最主要的都是 跟123有关 OK 跟123有关 所以我们这边 先提醒各位一下 因此 我们一个一般的项量 A 它的三个分量 我们可以写成 A1 E1 加上A2 E2 加上A属力 E属力 如果我现在问你 说这个向量 A的三个分量是多少 你们传统上 我们叫 等于是A1 分别是A1 A2 A属力 那所谓的下标表示法 我就是用一个符号 A sub I 代表这三个时数的集合 这种就是下标表示法 我用一个符号 来代替一组时数 或者用一个符号 表示的方程式 来代替一组方程式 我们不会再说是A1 我知道 它的A的三个分量 分别叫 A1 A2 A3 A sub 1 A sub 2 A sub 3 抱歉 我那个sub 常常 有时候偷懒都不讲 反正你们知道意思就好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要 A sub 1 A sub 2 A sub 3 反正我们知道 一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是A1 A2 A3 但是我现在就说 它就叫做A sub I 而其中I就等于1 分别等于1 或是等于2 等于3 它不见得是等于几 你要告诉人家说 I等于几 它才几 I如果等于1 Ai就是等于A1 I如果等于2 Ai就是所谓的A2 I如果等于3 Ai就是等于3 但是我们就先用一个A sub I 来代替 这是一个下标的 同样的道理 I跟J 记得I 这个下标 永远是等于1 或等于2 等于3 那也有可能会等于1 等于2 很明显 如果我们现在谈的是三维问题 这个每一个下标符号 而且没有指定的 这个叫做没有指定的下标符号 Unspecified Index 这里面的这个AI 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你 I等于几 所以像这一类的符号 我们叫做 Unspecified Index I 这种没有指定的下标 如果我直接写说 写一个A2 那就是有指定的 那这个就叫做Fix Fix Index 因为我已经告诉人家 这个时候I是等于2 叫做Fix 这个是没有指定的下标 任何时候没有指定的下标 都是都我们都不会特别写出来 但是惯例大家就知道 如果你谈的是Tensor 这个没有指定 每一个没有指定的下标就分别会等于1或等于2等于3 如果你是处理的是二维 如果你是处理的是二维问题 那就只会等于1或等于2 这是第一个 有些我讲义没有写 写不要那么多 你们自己旁边注明一下 这是第一个 等于1或等于2等于3 如果是二维 就只会等于1等于2 然后 这个下标符号 我写的是I 一般来讲 我们最常用的下标符号 是IJKLMN 但是没有人规定 你只能用这个 你喜欢用ABC 也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高个 一般来讲 我们常用的是IJKLMN 还有是PQR 这几个字都是小写 这几个字母 是比较常用到的下标符号 但我再重复一次 没有人规定 你这个下标的 un specified index 一定要用什么字母 你高兴要用大写的ABC 也没问题 但你一定要写成下标形式 不要写得跟原来的符号一样大 这没有真正规定 只是大家的惯例 你们到我看我讲义里面 大部分出现的是IJKLMN PQR 那有时候为了区别 如果你现在处理的是二维的问题 二维的问题 因为这时候下标只会等一跟二 那我们常常用的就是希腊字母 alpha beta 所以如果 这只是惯例 我再强调 这不是规定 如果我这边写一个 BIJ 那就代表I跟J 分别等一二三 是我不会写 如果我写一个C alpha beta 通常是代表这alpha beta 分别等一或是二 就是当我们用希腊字母 来代替下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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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指的就是二维 这是一般的惯例啊 但是没有真正的规定 然后我们的下标 尽量用的是小写 我在强调 你可以用大写 但是我们尽量用的是小写 因为为什么呢 你本身的符号本身 常常会出现大写 我们不希望尽可能避免 两个大写摆在一起 有社会搞混 所以我们尽量常用的是小写 那这个第二个这个B 荧幕上第二个B 你们就看到 如果我有两个下标 它也是分别等一二三 所以当我写一个 ASAP挨揭的时候 它事实上就代表了 这一个符号 ASAP挨揭 就代表了这九个的组合 A11 A12 A13 A21 那这个事实上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矩阵 这事实上就是一个矩阵 也就等于说两个下标的符号 一个下标的符号 通常就是代表了一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两个下标的符号 通常就是代表了一个矩阵 三乘三的矩阵 指的就是三乘三啊 你们不要说矩阵 不是还有四乘四五乘五六乘六 没有错 那些是另外高级 我们一般的物理量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坐标系统 通常谈的都是三乘三的矩阵 所以两个下标的符号 指的就是三乘三的矩阵 它代表了就是一个三乘三 矩阵里面的所有分量的集合 每一个component的集合 我一直强调 符号 一个下标的符号 代表了向量里面的三个分量的集合 它没有特质哪一个 你必须要告诉人家I等于几才算 两个下标的符号 代表了一个三乘三的矩阵里面 九个分量的集合 九个分量的集合 它可以等于这九个里面中的任何 本身来说的 任何一个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如果我说的是A sub I 这边就是有差 如果我讲的只是一个A sub I 它就代表了向量里面的三个分量的集合 A1或者是A2或者是A3 但是如果我把那个下标I 给了它一个符号 像变成了所谓的FIX 指这边来讲 我的A2指的就是一个向量里面的第二个的坐标分量 这个就是A sub I跟A sub II的区别 A sub I指的是这三个中的集合 它可以代表这三个任何一个 我写成了A2 那就是指的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说我把这个下标FIX了 我再讲你们第一个就要分清楚 它在下标里面 哪个是FIX的 哪个是Unspecified的 同样的道理 以两个下标来讲 A sub I接代表了上面的这个矩阵 九个分量的集合 如果是讲的是A sub II 指的就是第二列的第三排的那一个 指的就是那一个特定的 那我们再多讲一个 以这个两个下标来讲 以两个下标来讲 如果我指的 我写的是A1I 这个下标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是固定的下标 就是第一个已经等于1了 第二个是没有指定的 所以这个代表了 什么代表了三个的集合 这个就代表了是A的11 A的12或是A的13 也就是指的一个矩阵里面 一个矩阵里面的Foster Law 第一排 第一个横排 所以这个就代表 矩阵面第二 因此你可以把这一个 也想成是一个 那个1乘3的矩阵 这个就是 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 是一个1乘3的矩阵 AI阶是一个 3乘3的矩阵分量 AI阶是一个 A的3乘3矩阵的分量 这个呢 是一个1乘3的矩阵的分量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写成A的I2 这个就代表了一个行矩阵 你也可以把它就当作 是一个3乘1的矩阵的分量 这一个就相等一个 3乘1的矩阵的分量 OK 当然我们不见得要I开始 我也可以把这个写成 A的G2一样的意思 这个下标也没有人规定 你要从I开始 我个人是习惯 常常先写都写写I 但没有人规定 你要从G开始也可以 这是这样子的 这是那当然 如果我们还有谈到 三个下标四个下标 意义都一样的 只是三个下标 一般的这种物理量 我们很少谈到 因为它就好像是一个 矩阵再往第三个空间弄 这个我们一般的 那个一般的数学 我们没有用掉 一个下标跟两个下标 是最明显的 一个下标就代表的是 向量的分量 两个下标就代表 矩阵的分量 如果像我这边 写那个A sub 2 如果我写的只是一个A sub 2 它就代表了一个纯量 就是没有方向量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时数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时数 好 你抱歉 好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来说 我们的没有指定 unspecified的下标 一定是等于一 或等于二 或等于三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你一个符号 有几个 unspecified 这边有两个名字 第一个是 unspecified 这两个字你们要注意 我们讲的是 distinct unspecified distinct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 一个符号里面 有几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而且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会解释 如果一个 有两个一样的下标 它代表了另外的意思 我再告诉各位 先提醒各位一下 哎呦 好险 怎么 把我先拿过去一点 这两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而且不同 它代表了九个 它代表了九个 九个时数的集合 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 后面会解释 这个是两个 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但是却一样 如果发生两个相同的 没指定的下标 我们有另外的意义 这个跟这个又不一样 这两个下标是一样 但是他们都指定了 那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你们的直觉 这就是代表矩阵的 第二行第二列的直 但我再强调 如果没有指定的下标 出现两次 它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后面会讲 所以我们先在这一段 你们看这样子的 就是说 如果我出现了 比如说三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但是 而且他们都不相同的话 那这个所代表 就是有N个 没有指定相报 我所代表的 其实数集合 就是三的N之方 我们现在讲的是三维的 如果是二维 当然是二的N之方 但我们结绒 现在都来谈三维 所以任何一个符号的下标 如果有N个 没有指定 而且是不同的话 是不同的话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 如果我写的是A的SUB IJK 那这个符号 就代表了27个时数的集合 从A11到A33 反正就27个组合 代表27个时数的组合 集合 3的三次方 OK 那如果我们这边 下面一个 你们看 我们讲的是B SUB IK 那只有I跟K 那这个就代表了 9个时数的集合 3的平方 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这边写的是 像我们先谈这个B IK 代表三个时数的集合 那如果其中有一个 如果我这样子写 B IK 这个还是代表 9个时数的集合 因为这个里面 就是 虽然我有4个下标 可是我只有这两个是 Unspecified 所以这边的N等于2 如果我这样子写呢 我们拿那个来讲 B IJK 记得 这个N还是等于2 还是只代表 9个时数集合 为什么 我这边有4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但是这边有两个 是相同的 我们说我要另外处理 我们在上面讲的是 要不同的 没有指定的下标 所以满足这两个条件 的只有两个 只有这边的J跟K 这个就是下标表示法 它的基本上的意义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 没有指定的 而且是不同的下标 有几个就代表N等于几 也就是它代表了 3的N次方的时数 那下面荧幕上 你们看到的最后一行 我们如果写的是B IK 也就是我已经令 上面的B IK的I等于1了 我已经令I等于1了 所以那下面的B IK 就代表我们刚刚讲的 也就代表了三个时数 也就代表这个B矩阵的 第一排的三个分量 代表B矩阵的第一排 三个分量 那像下面的这边呢 你们看这个B 我分别写的B是12 或是我们这边讲的A的123等等 那就是虽然每一个都有下标 但是它的每一个下标都是FIX 每一个位 抱歉 邀伦 每一个下标的位置都是FIX 所以那没有指定的下标 没有 也就是N等于0 所以它只代表就是三的零次方 也就是一 就代表一个时数 这个就是你们到时候看到每一个符号 就会知道 它代表了几个时数的集合 一看到 你们就会知道它代表几个时数的集合 我来说 如果是有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重复 出现两次 它会代表别的意义 我们等下后面会讲 这边你们重点就先集中在 不同没有指定的下标 而且只出现一次 好 下面有一个 我们现在要很特别的 要提醒各位一下 张亮使用法里面有一个非常 因为我们指的是处理的是方程式 我们指的是方程式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 我们这边先讲 第一点 如果我是单独写 我讲AI 它是代表了 A1 A2 A熟利的集合 我也可以说 我刚刚讲 这个下标我可以自己写 我也可以说 这个集合 这个是A sub j 我也高兴写 我也可以说我叫A sub k 不管我怎么写 都代表这个集合 那 有同学很快就会想 那我是不是代表AI 等于A j 等于A k 要么都代表这个意思嘛 告诉各位 错 那是两回事 我要代表 这个向量的三个分量集合 我可以用任何一个下标 但是我不能写出这个式子 为什么 你们不要看后面复杂的 你光看这个 依照我们讲 落水AI等于A j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I可以一到三结合 这是不代表有九个组合 这九个组合的结果 会代表什么 会形成一个什么结果 会形成A1 等于A2 等于A3 如果你把 依照我们刚刚来讲嘛 你I跟J 这个会代表九个组合 I到一到三 接到一到三 有九个组合 那这个九个组合的结果 就会得到这个结论 而是不是每一个向量 三个分量都相等 当然不是 所以你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绝对是错的 这个绝对是错的 这三个不代表这一个 这三个的结论 不代表这一个 你要表示一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你的下标可以认一定 IJK ALMA 认一选 但不管怎么讲 不代表这两个是相等 你写出这个式子 就会得这个结论 这是错的 好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在张亮的方程式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 我们会讲到 我们这边先告诉各位 任何一个方程式 被加号 减号 等号 比如说有个方程式 某一个项 加上某一个项 再减掉 某一个符号 等一某一个符号 我这圈圈都是符号 指的都是有下标的 这个圈圈里面的这些下标呢 被加号减号等 每一个group的下标 un specified的下标 而且是distinct 不同的 一定要一样 每一个被任何一个方程式 包括片文方程式 所被加号减号等号 所分出来的 加号减号等号 所分出来的项目 它的distinct aspecified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也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我可以写这样一个方程式 A的EIT 加上B的IJ23 减掉 C的I2J等于D的123IJ 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这个看起来 第一个AIJ 是一个两个下 两个符号 第二个三个符号 第三个三个符号 这个五个符号 可是你们仔细看 我不管它有几个下标 它的distinct un specified的下标 完全一样 那也就代表了什么 第一个 只有两个下标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三乘三的矩阵 第二个 虽然看起来是有三个下标 可是它有一个指定了 所以它也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第三第四个也是一样 因为你们知道 一个方程式 你们大家就知道 你向量只能跟向量相加减 矩阵只能跟矩阵相加减 所以 你一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不知道三阶 三阶的张量 就像讲的 一个下标的张量 我们叫向量 两个下标的张量 我们叫矩阵 我也不知道 三个下标的张量叫什么 但support它理论上 应该会有一个名字 只是我们也没有定 可是不管 我们意思也就是讲的 有几个unspecified 的distinct的下标的 就代表它是几阶的 我们在相加减 等号里面 一定要同阶 才可以 是这个观念 所以利用加号 减号 等号 分个出来 每一个的unspecified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我们现在这样子说 我甚至把这个改一下 我最后的D 我这样子写也可以 比如说D的下标 第一个是E 第二个是KK 第三个是IG 这个我刚刚讲的 因为它有重复 所以不在我们考虑之内 我们考虑是不同的 就没有重复的 而且是没有指定的 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这个是你们 我们在考虑到 里面的张量的运算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规则 我再强调 我们后面还会讲 只是我们这 因为我们这边 只是讲的是一个 告诉各位 你不能写AI AI等于AK 这个是不能写的 那我们这样告诉各位的 就是 加号 减号 等号 所分出来的每一个group 它的没有指定的 而且是没有重复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这就我们讲 因为你不一样的话 你 你就是 如果一个是一个 不指定的下标 另外一个两个 那你就是要拿 一个向量去加一个矩阵 你们也知道 你们没有办法加的 那会有同学问到 那我怎么不考虑成除 怎么不考虑成除 因为 我们先谈惩罚 因为向量跟矩阵 是可以相成的 看状况 那张量里面的相成的 规定更宽 对不起 要人在吗 抱歉 一直让人跑来跑去 例如 这是一个一乘三的列举证 但是它也是 就是等一个向量 你们不要忘了 这是可以相成的 成之外 还就是等一个这个 也就等于是告诉你 这个就代表 不同阶的可以相成 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两个量相成 但是没有一项 只要成出来的结果的 是下标是一样就好 因此 因此乘除不是限制 那除法呢 第一点 你们有谁听过吗 向量除向量或矩阵 除矩阵 这些有方向物理量基本上没有除法 它有除法都是出现在什么 除去 除去 单独的除 我可以拿一个向量的第二个分量A2 除以另外一个向量的第一个分量B1 这个没有问题 那是单别处理 因为那是实数除实数 我不会说拿向量A来除以向量B 我也不会用矩阵A来除以矩阵B 有谁告诉我矩阵A除以矩阵B怎么做 从来没听过 所以记得 张量里面 没有除法 反正我们预算就是加减乘除 张量里面没有除法 所以我不考虑 那乘法 没有问题 我们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可能是由两个物理量相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 大家现在就要记住 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给各位会看到 我们只是借由这个先告诉各位AI 等于AK 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以前 刚刚下几个同学问的一些问题 那 我针对刚刚同学问的一些问题 我再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因为现在把观念弄清楚很重要 因为虽然刚刚有两个同学来问 但我相信现场还有些同学 针对刚刚同学问的问题也不是很了解 我们现在再来解释一下 这个下标的物理意义 我们先告诉各位 第一点 比如我写一个符号 两个下标 代表什么呢 这个物理量 必须要用两组 一个下标代表要用一组三维坐标系统来描述 所以 我先不要这样子 大家听好 有一个观念不要误解 我们拿三个下标来说 这个更清楚 如果有一个物理量 有三个下标 代表了这个物理量 必须要用三组三维的坐标系统来描述 每一个下标都代表 四二维三维的物理量 跟几个下标无关 这个也是一个三维的物理量 这是一个三维的物理量 它要一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而这个物理量 它要三个不同的 它要三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这是第一点 每一个下标 都是一个三维 都要用一个三维的坐标系统来描述 不是说几个下标 就代表这个物理量是几维的 就算是一个下标 这个也是一个三维的东西 向量向外力 本来就是一个三维的 所以几个下标 跟这个物理量是几维是无关 几个下标代表这个物理量 要几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然后我们用硬力来说 Sigma I接 这个你们知道 代表九个硬力分量 因为它有两个下标 从Sigma I1就等于以前你们习惯了Sigma XX Sigma I2就代表你们习惯了Sigma XY 所以这个写法代表了九个物理量 九个物量分量 但是你们都知道 硬力的定义 第一个下标是代表我作用平面的法线分量 所以我要描述这个法线分量 它到底是这个平面呢 还是这个平面 这个是X1 这是X2 它到底是哪个平面 所以第一个下标指的是 外力作用的那个平面的法线 所以我们要用一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看它是哪个平面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代表我外力的分量 因为 比如说 最后在这个平面上的外力 它会有三个分量 沿着这个方向的分量 沿着这个方向的分量 还有垂直上方向的分量 所以 第二个下标指的是作用力的分量 因此它也要用坐标系统来描述 只是 以这个 以英里来讲 我们用的这两个 不管是描述这个的坐标系统 还是这个坐标系统 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坐标系统 我没有把它搞得太复杂 我不会一个用线性直角坐标 一个用那个圆柱坐标 我用两个同样的坐标系统来描述 但是 基本上 每一个下标 就代表 我在强调 第一点 每一个下标 就代表 这个物理量 一个物理量有两个下标 代表这个物理量 就会谈到两次方向 以英里来讲 第一次的方向 指的是 作用平面的法线方向 第二个方向 指的是作用力的分量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标的意思 我在强调 每一个物理量有两个下标的 没有指定的下标 我先谈没有指定 而且不同的 如果有两个 Distinct Unspecified的下标 代表这个物理量 必须要用两个坐标系统 也就是说 这个物理量 你在描述这个物理量的时候 会谈到两次方向 那当然三个下标的话 就代表了这个物理量 你要描述这种物理量 会谈到三次方向 只是老子现在也不知道 哪一个物理量 是要描述到三次方向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门课 会谈到四个下标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在第四章 我们会谈到 那时候再说 会要描述到四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这两个都是unspecified 如果我现在谈到这个 sigma一阶 这代表什么 这个就fix 这个意思就代表 这个物理量 我要两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但是 有关第一组的坐标系统 我已经固定了 就是这个了 就是x万轴 也就等于说 我这一个指的就是 这个平面上的三个分量 因为我这个还没指定 如果我写成是sigma2k 指的是什么 就是就用在这个平面上 的三个分量 所以因此 我们在强调 这两个的差别 我再说清楚 如果我有两个下标 都没有指定 我现在讲 我在强调的 我现在讲都是不同的 你们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观念 我有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代表这个物理量 要两组坐标系统来描述 就像印尼这个样子 一个是描述我的法线方向 一个描述我的外力分量方向 如果我把其中的一个坐标固定了 不是 一个下标固定了 就代表 我现在谈的这个物理量的时候 跟第一个下标有关的方向固定了 所以我写sigma1k 指的就是作用在这个平面上 法线为xy 我已经固定了的三个分量 我写的是sigma2k 指的就是作用在这个平面上 法线也固定了 这个平面上三个物理量 所以这个有九个物理量 这个只剩三个 那三阶四阶意思是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不能 所以以这个来讲 就代表这个有四个下标 代表这个物理量 理论上应该要用四个方向 也就是说四组三维坐标来描述 但是因为我其中 其中的第一第二个 我已经等一下这我写什么 B 等一下明俊 这下面下标是什么 IJ23 是不是 我干反了 所以因为这个就代表 我应该要理论上 我要用四组三维坐标系统 才能描述清楚这个物理量 但是呢 因为我后面的第三第四个固定 也就是说 我的第三个方向 我已经固定是在X2轴 第四个方向固定在X3轴 所以我现在只剩下 第一第二个方向 我还没有指定 所以它会从81个物理量 它本来的四个下标是 三的四次方有81个组合 现在只变成了九个分量 因为第一第二已经固定了 就像这个类比于 我本来这个有九个分量 这边变成了三个分量 这个就是FIX跟Unspecified的下标 它的意义 FIX跟Unspecified的下标意义 我再讲掉 重复出现了 我们等一下再谈 先不管 这个是FIX跟Unspecified的意义 我再讲掉 张量是物理量 它都有物理意义的 最容易去想 三阶四阶 你们三阶四阶的问题 想不通的时候 就先回去先想二阶的 二阶是最容易弄清楚的 二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最典型的印尼 就是一个二阶的张量 两个下标的 我们知道印尼有九个分量嘛 就刚好可以写成矩阵的形式 那我会出现九个 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下标子弟 所以我不管它是在 法线为X1平面上的分量 还是法线为X2平面上的分量 还是法线为X3平面上的分量 如果把第一个下标固定了 那就是代表 我现在谈的就是 法线等于X1平面上的三个分量了 我本来有九个 一下固定一个就变三个 OK 这是因为刚刚有些同学在问了 我觉得还有可能有了 我们现在先澄清一下 好 刚刚已经讲了 FIX的下标跟Unspace的下标的意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谓的这些Index Rotation 下标符号写法的一些运算 它的加法 或是乘法 或是等号 应该还有一个是减法 加法减法乘法等号 除了乘法是比较 其他的都是很直觉的 比如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式子写的 A sub I加B sub I 那记得我们已经强调了 第一点 这是一个加法 所以等号两边的 没有指定的下标一定要一样 都是I 所以这一个式子 分别代表I等1等2 所以这个式子 就代表这三个的集合 等于A1加B1 或是A2加B2 或者A属力加B属力 所以当你要告诉人家说 这三个式子的时候 你只要写这一个就好 这就是Index Rotation的用处 我用一组符号 我用一组符号来代替三个 OK 我们用一组符号 本身来代替这三个 Ai加上Bi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加法 那如果有两个下标也是一样 Ai接加Bi接 如果我这样子写 这个结果就是等于向量的相加 两个向量相加 它的三个分量 分别等于他们这两个向量的分量 个别相加 那如果我是这样 那如果是两个下标 如果我写Ai接加Bi接 这个式子 这个就代表了九个 这个代表了九个时数相加 A1加B1 A2加B2 反正就是I分别等于1到3 接等于1到3 那这个就相等于矩阵加矩阵 这是一样的意思 OK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讲到乘法 乘法第一个 比如我们可以乘 两个相乘 我们刚刚就讲了 向量可以乘矩阵 所以我两个下标符号相乘的时候 我下标不见得要一样 我们现在谈的 你们看到AiB接 这个一乘 乘出来的结果 变成一个矩阵 这个AiB接就相等于什么 这个符号事实上相等于 一个航矩阵 乘上一个列矩阵 等于 一个三乘三的方矩阵 你们现在已经看到 Ai乘B接 这个就等于A 这个就等于B 那乘出来的结果 这个 就我们这边说的 正我们说的 这个是你们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是两个 两组不同的下标相乘 那这种相乘 就是两个下标符号 乘在一起 而且他们的没有指定的下标 而且没有重复 没有指定的下标 两个没有重复 没有指定的下标 它的相乘 我们叫做外积 Alt Product 那这个外积 包括很多种形式 不是只有这一种 这些都叫外积 我们刚刚是一个 一个下标乘一个下标 我也可以写成A I接乘上BK 或者BKL好了 这个也可以 Ai接乘BKL 这个你们看 这个最后得到有81项 这个不是矩阵相乘 我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什么叫矩阵相乘 因为你们知道 矩阵乘矩阵 还是等于一个三次单矩阵 不会乘乘一个81项的 这是一个二阶乘二阶变成四阶 这个也叫外积 在二阶层上 这个也是外积 这个也是外积 最近你们仔细看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我两个相乘在一起的东西 它没有指定的下标 通通不一样 Unspecified下标都不一样 这个叫外积 Out-Product 这个只是张亮 你们这个你们先不要把物理意义 因为这跟它本身是代表什么有关 可是这就是张亮可以接受的惩罚 这些都没问题 这个就是两个二阶乘两个二阶 这个变成了一个四阶 这种叫做外积 这个外积我们后面还会再提一次 可是你们这边就先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外积 所有的形式都可以 它唯一的规则 所谓的外积就是 两个物理量相乘 它没有指定的distinct的下标 都不一样 甚至不止两个量 三个相乘四个相乘都一样 都是所谓 都是可以接受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在张亮的算术里面 我们都接受这种惩罚 我们现在写的是最单纯的 因为这是由你们比较了解的形式 可是这些都是可以 这个叫外积 那万一 你们现在看AIBI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我两个量相乘 但是它的下标 却是没有指定的下标是一样 AIBI 那你们仔细看 这个相乘出来等于什么 跟上下那个不一样 这一个我们就是I跟接 分别等于一到三 这个因为上标 I只能等于一到三 结果你们看到结果等于什么 它等于一个相加 它等于A1B1加A2B2加A属力B属力 也就等于说这一类的惩罚 我们直接改上面的这一些 也就等于说任何两个下标符号相乘 它个别的有一个没有指定的下标是一样 比如说I接K乘上B的IL 这个是一样 或是B的2I B的2接乘上C的 就是任何两个下标符号 我不管你是几接的 OK 我不管你是几接的 就是我不管单独来讲 它有几个Unspecified的下标 我们不管 但是相乘的时候 有一组下 这两个符号里面各有一组 没有指定的下标是一样的 这种乘法 我们叫做inner 累积 inner product 这是张亮的两种乘法 一个叫utter product 一个叫inner product 然后我们现在只先举个例子 如果这两个字 它到时候变成一个相加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事实上 我们现在先说 后面会讲 现在我们谈到 如果一个物理量 一个这个下标符号里面 单独的或是被两个相乘的摆在一起 只要是没有指定的下标出现两次的时候 大家听好 它代表的是一个summation 也就是AI BI等于summation I等于1到3 AI BI 这是一个你们现在在螢幕上看到的 所以等于A1加A1B2加A2B2 或是我说AI接乘上BI 也是一样 summationI等于1到3 AI接BI 这是相乘 就是不相乘 如果有一个式子 我写成AIIK 这也等于summationI等于1到3 AIIK 也就是等于A的11K 加A的22K 加A的33K 这个就是没有指定的下标 出现两次的定义 任何一个项 不管是单独的一个项 或是两个相乘的项 只要unspecified的index 出现两次 它就代表一个summation 这个我们讲的 我们在这一个小节的最后 还会跟各位再说明 所以我们这边 因为这边谈到了惩罚 那内积定义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项量的两种惩罚 一个是外积 一个是内积 内积要注意到 只要是属于内积 就是两个符号的下标 各有一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是相等的话 它会变成summation 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我们后面也会讲 这个就相等于向量A DOT 向量B 向量A DOT 向量B 不就是这个结果 DOT PRODUCT 点击 这个是惩罚 这个是惩罚 然后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存量 假设让打是一个存量 就是等一二三 那三点五什么等等的 那就没有问题 那结果它这种成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外积跟内积指的 都是所谓的张量 乘上张量 都是一阶以上的 那让打乘上那个一个 那就是你们直接 可以想象的 就让打是一个时数 所以让打乘上AI 就等于代表 让打A1乘浪 或者让打AT 或让打A数例 让打乘上AI接 就代表让打乘上A11 或让打乘上A12 或让打乘上A13 让打乘上A的I接K 也是一样 反正任何一个时数 乘上这个物理量 就等于它的结果的分量 乘上一个让打 乘上时数 这跟你们所直觉的 这是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等号 跟加法是一样的 AI等于BI 也就代表了三个式子 A1等于B1 A2等于B1 A3等于B3 等号也是我们 刚刚讲的规定 等号左右两边的物理量 一定要相等 那个 不是 抱歉 等号两边的物理量 它的下标 没有指定 而且没有重复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等号左右两边的物理量 那个物理量 没有指定的下标 一定要相 那个而且不相等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最后 他讲的减法 减法就是相 它的代代代代意义 也就是相等于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A sub i 减掉B sub i 它的意义就代表是 A sub i 乘上B 负1 抱歉 加上一个负1 十字一 也就等于说 我这个减法的定义 就是依照加法 跟十字乘法来的 这个没有什么 好 讲了这边以后 我们再重申一次 一个加二等号 所以这个式子 是对的 我可以写成 A sub i 加上B I1 这两个没有指定 下标都一样 减掉一个C的 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第一个A sub i 它就是只有一个 没有重复 没有指定的下标 所以它是一个向量 第二个呢 是一个B2i 第二个呢 是一个矩阵 但是它有一个方向 已经指定了 所以它也是一个向量 这个呢 是一个三阶的 乘上一个一阶的 然后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这两个下标 好像不一样 可是它是重复的 所以因此 这个等于 这一个就代表 三个向的集合 接等于一 加上接等于二 加上接等于三 这个就等于 我一写 这个就等于三个量 可不管怎么讲 它没有重复 没有指定的下标 还是只有一个 第四个也是一样 没有指定 没有重复的下标 只有一个I 所以这四个向 它没有指定 而且不重复的下标 都一样 都一样 本身来讲 都一样 都是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向量相加的式子 尽管这两个 我就说 这个里面就是两个 相乘出来 只要我最后的结果 没有指定的下标 是一样就可以 这个是更general的 所谓的一个方程式的形式 加号减号等号的下标 都要一样 我们本身所代表的 本身这个 所代表的意义 下一个 由于这些下标符号 其实代表的都是时数 所以在时数的算数里面 常用的三个定律 一个叫做交换率 一个叫分配率 一个叫结合率 都适用 因为这种下标的符号的运算 就是等于时数的运算 因为你们不要忘了 比如以向量来讲 向量不是一个时数 可是它的三个分量都是时数 所以向量加向量 等于是分量加分量 那就是时数加时数 因此你们讲的 像你们现在这边看的 我们AI加BI可以写成 BI加AI 因为时数的运算 虽然我不知道它等一几 比如说AI代表三个的集合 但是它的每 不管I等一几 它都是一个时数 所以这就是时数加时数 当然可以交换 同样的道理 时数乘时数 当然也可以交换 所以AIBJ等于BJAI 这是交换率 下面一个是分配率 也就我们这边讲的 AI加上括号的BI加C 等号左边的式子 代表你要先算括号 先算BI加CI 结果再乘上AI 那等号右边 就是先算AI加BI 结果再加CI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乘法也是一样 这就分配率 那下面的 你一看到 这就结合率 永远记得 虽然我们讲的 好像这叫张量 但它的每一个分量 都是一个时数 所以它当然满足这些时数 基本的交换率 分配率 结合率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将来在运算中 对我要的观念 同样的道理 如果AI等于BI 那我左右两边 更乘上一个存量 当然也相等 我就是没有 乘上存量 我本身各用外积 记得 这个两个相乘 它的下标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各乘 那这个外积也是一样 记得外积 也就是我可以各乘 只要AI等于BI 那AICI一定等于 AICJ 一定等于BICJ 这个本来 这个中间只有一个差别 这个本来 AI等于BI 只代表三个方程式 A1等于B1 A2等于B2 A3等于B3 这边呢 这个代表九个式子 它的差别只在这 它代表了九个方程式 可是这都是成立的 也就是德高两边 各层上一个存量 或者用外积的方式相乘 没有问题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说AICJ等于BICJ 这是外积 这两个就消掉 就代表了 这个式子也代表 AI等于Bi 这些都可以用 好 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讲 这边先告诉各位 但是这个结果是不对的 我们刚才说AICJ等于BICJ 这两个可以消掉 所以结论会达到AI等于Bi 如果我这样子写呢 这个对不对 我们刚刚这个消掉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两个Ci消掉 记得 这个式子跟上面式子只差一个 这边是层上CJ 跟这个不一样 这是外积 这个是内积 我可不可以 答案是错 你们只要想象一下就好 因为这边 因为这边I出现两次 我们刚刚已经讲 I出现两次 代表上Mention 所以真正的这个式子 这两个差别在这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代表了九个组合 其中一个是A1C2 比如说I等于1J等于2 A1C2等于B1C2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得到A1等于B1 所以会得到这种结果 没问题 可是这个式子等号左边是什么 它是A1C1加上A2C2 加上A属利C属利 等于B1C1加上B2C2加上B属利C属利 这个式子展开来等于这个 现在还有谁敢说A1等于B1 A2等于B2 所以记得 如果一个等号两边相乘的是属于内积 不要随便去消掉 外积可以消 内积不要随便消掉 因为内积都会属于相加 所以它的意义是不一样 这是在乘访上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下面这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几个不能出现的东西 第一个错在哪里 很明显 加号 左右两边的没有指定的下标不一样 一个是I 一个是J 第二行错在哪里 错在A接 第二行也是一样 是因为等号左右两边没有指定的下标不同 我们就想到加号减号等号 左右两边一定要没有指定的下标 一定要相同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加号左边只有一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右边有两边有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所以这种也是这种形式也是不可以的 第四个那也是等号左右两边没有指定的下标不同 等等 第五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你变成矩阵除以矩阵 没有这个东西 你如果把最右边 我们先这样子告诉各位 这个写法是绝对不可以 这代表矩阵除矩阵 可是如果我这样子写是对的 我把这些下标都固定 我说A12除以B23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只是代表矩阵的第一排第二列 第一列第二行的分量 除以B矩阵的第二列第三行的分量 这个时数除时数当然可以 可是如果说你的下标是没有指定 这个就变成指正除矩阵 这种写法是不可以的 这些都是不能有的写法 除了最后矩阵除矩阵 前面都是违反我刚刚讲的 加号减号等号 所分隔的每一个没有指定 没有重复的下标一定要一样 不管是个数跟符号本身都要一样 可是下面的这个 这是这个是偏微分 偏微分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写法你们都会看到 第一个是一阶的 一阶的偏微分 就是一个FI除上X阶等等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矩阵 这种就偏微分 这个不叫除法 这个叫偏微分 这些符号写法都本身来讲 都可以 下面这边 就是我们再一次强调的 就我们刚刚讲的 任何一个方程式被加号减号等号所分开的单独的那个物理量 它没有指定 没有重复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没有指定 没有重复的下标 一定要一样 但是 那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有的时候你可以改 只要你要把整个方式改 我们现在用简单的方程式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你不能写成AI等于AJ 这个是绝对不能写的 OK 可是如果说我本来写的是AI 等于BI加CI 同一个方程式 我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完全没错 我可以把它这下标 没有指定 没有重复的下标 我可以改 可是条件是 你要一起改 你可以把I 通通改成M AM等于BM 加上CM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它代表意思一样 这个是代表I等于E 或者等于2等于3 这也代表M等于2等于3 所以这两个方程式 代表的是同一件事 都是A1 A1等于B1 加C1 A2等于B2 加C2 A属力等于B属力 加C属力 这两个是一回事 这个将来在某些 推导公司会用到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你们现在看 我们看一个2阶的加法 我不要搞得复杂 我们就直接写 本来这是I阶 加Bi阶 等于Ci阶 第一点 我说我可以同时改 我先把所有的I都改成M 所以这会变成A的M阶 加上B的M阶 等于C的M阶 记得这个代表9个方程式 I等于1到3阶 这代表9个方程式 这两个代表的是 同一组9个方程式 然后我可以把J改成N 那这个就变成A的MN 加上B的MN 等于C的MN 这三个代表的是同样的意思 最后我一次改两个 我把M改成J N改成N N改成I 所以呢 这方程变成什么呢 A的JI 加上B的JI 等于C的JI 你们仔细看 这四个方程式 这四个方程式 它代表的是同样的九组方程式 都是A11加B11等于C11 A12加上B12等于C12 A13加B13等于C13等等 代表的同样的九组方程式 可是你们比照一下 你们看第一组跟第四组 好像暗示AI接等于A接I BI接等于B接I CI接等于C接I 好像表示说 这三个矩阵都是对称的 其实没有 我从这边变到这边 不是说这三个矩阵是对称 我只是纯粹的符号变换 很神奇 但是就是这个样子 我再强调 因此这个有时在推到方空 公式的时候会用到 这是一个技巧 我再强调 这个可以写成这个 所以我同时把这些符号一起转 我直接写 只是我漏掉中间这两步 这个变到这个不代表 这三个矩阵都是对称矩阵 这三个矩阵是对称矩阵 这个写法绝对没错 这三个矩阵都对 这个写法绝对没错 但是我会这样子写 不是因为这三个矩阵 这三个矩阵就是不对称 我这个写法也没错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同样的 九个矩阵相加的结果 九个矩阵分量相加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这上面第二行讲的 任何一个方程式里面 你没有重复 没有指定的下标可以更改 但是你要一起改 你不能只改一个另外几个不改 只要一起改 这些代表意思都没错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变化 第一行变到第四行 不是因为矩阵是对称 跟矩阵对不对称毫无关系 因为他们反正都代表 他们表示的同样的是 九个矩阵的分量的相加 下面这个就是我刚刚写的 OK就是我刚刚写的 这我把步骤再更详细的分给各位看 好 再下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了 矩阵有对称跟反对称 事实上这种下标符号也就是张亮 不管你有几个下标 都有对称跟反对称的说法 第一个可是它比较复杂 它比较啰嗦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下标符号的下标 不是仅限于两个 我们都知道 我们先谈矩阵 如果说矩阵的AI接 等于A的接I 假定我这样子写 就是我不敢I等于几接等于几 AI这也就代表A的一二 等于A的二一 A的一三等于A的三一等等 都符合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如果我们写成Ni接等于 负的A接I 那这个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反对称矩阵 Anti-Semitic Anti-Semitic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针对下标符号来讲 它不只是只有两个下标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有四个 比如说我说现在有一个 A-I-M-L-N-J 等于A-J-M-L-N-I 你们仔细看 这我只是随便抓两个 我不要这样子 I-M-L-N-J 我们这样子讲 不要写得太冷 等于A的 N-M-L-I-J 如果现在是有一个五个下标的 但是它其中的第一个跟第四个 对调的时候结果都一样 那我们就说 这个下标符号 或是这个五阶的符号 它对I跟N是对称的 也就等于说 我们如果只有两个下标 当然就这两个下标 有没有互相对称 可是我如果超过两个以上的话 超过两个以上 它任何的两个下标 都有可能会发生对称关系 都有可能会发生对称关系 那如果说负的 我们就叫Untismetric 所以这个下标符号 对称观念跟矩阵对称观念 是很类似 只是如果是下标符号 也就所谓的张量 我不止两个下标的话 它的对称的种类可能会变多 它任何两个都有可能 产生对称反对称的关系 看这个物理量实际的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对称跟反对称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以两个下标 也就先与矩阵的来说明 第一个你们看 我任何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A sub i 阶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A i 阶 A i 阶加 a 阶 加上括号的 A i 阶减 a 阶二分之一 因为这个很明显 这边有 我这边有一个正的 a i 阶 这边有一个负的 a i 阶 刚好抵消 然后还是 a i 阶加 a 阶二 就等于这个 所以呢 这个等式 左右两边相等 是很明确的 可是你们仔细看 等号右边的第一项 这个 a i 阶加 a 阶 i 它是什么 它事实上 你们看这一行 假定我令 a i 阶加 a 阶 i 小 a 小 a i 阶加 a i 阶 这是一个矩阵加矩阵 我把它叫做一个大的 a i 阶 这个经过我们刚刚讲的作画 它 a i 阶大的 a i 阶等于 a 阶 i 所以这一项很明显是一个对称矩阵 这一项很明显是个反对称矩阵 这么显然 其实我不在那边多说了 所以这一段话告诉你们什么 任何一个三成三的矩阵 可以分解成一个对称矩阵 加上一个反对称的矩阵 任何一个矩阵 可以分解成一个对称矩阵 加一个反对称矩阵 而这个对称矩阵的定义 就是二分之一的 a i 阶加 a 阶 i 反对称的矩阵 就是二分之一的 a i 阶 这个我们是用三成三的矩阵来说明 比较容易 但是这个观念可以扩充到 任何下标 就是任何阶的张量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 假定我们现在是一个四阶的物理量 a i 阶 m n 好了 我们现在想要拿这两个来谈 这个可以写成 我讲的是JKM 하루将看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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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4分 5分 các 5分 也就等于说 这个世界的这个物理量 可以摆成这两个形式 这还是一样 然后呢 这个物理量对J跟M就是对称的 这个物理量对J跟M来讲 就是反对称 就是Antismitric 也因为我们这边所讲的 任何一个都可以分成一个对称 只要看你是对哪两个下标对称 那任何一个不管几节都可以分解成这个 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OK 那下面我们告诉各位 我们还是拿二节的来举例子 一个二节就是一个矩阵 可以分解成一个对称矩阵加一个反对称矩阵 我们上面说 我的对称矩阵就是这个写法 反对称就是写法 而这个分解的方法呢 是unique 是unique 也就是说 如果我告诉各位说 有一个矩阵A 可以等于一个矩阵B加矩阵C 其中矩阵B就是一个对称矩阵 矩阵C是一个对称矩阵 那这个对称矩阵一定是这个形式 这个反对称矩阵一定是这个形式 也就等于说 我们刚刚前面只是说 一个三乘三矩阵 可以分成一个对称矩阵加反对称矩阵 而且这种分的方法只有一种 我的对称矩阵一定是这个形式 反对称矩阵一定是 一定是Ai阵 减掉Bi阵 除以2 那我们下面给各位一个证明 好 先提醒各位 这个的证明的目的在哪里 因为这个定理 你们在公司就学过 所以我们的证明 不是要让各位相信 我说这个分法是唯一 目的不在这 我们是让各位了解 我们这个定理的证明 是给各位当作一个例题 来了解下标符号的运算 先熟悉下标符号的运算 先熟悉下标符号的运算 所以我们现在讲 就是说一个矩阵 可以等于矩阵B加矩阵C 其中矩阵B是对称矩阵 矩阵C是反对称矩阵 那我们要证明 那这个对称矩阵 一定是等于这个 反对称矩阵 一定是等于这个 所以我再强调 这个证明的目的 不是让各位相信 这个定理是真的 因为你们在公司上 已经学过 我们再强调了解 所谓的下标符号的运算 因此第一个我们看 你们仔细看我那个荧幕上这个游标啊 所以第一个 这是我们知道Ai阶等于Bi阶加Ci阶 这是原来的题目给的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我可以把它的下标统一的变换 记得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称 我直接统一变换 所以我可以写成Ai阶等于Bi阶加Ci阶 记得从这一行变到这一行 是下标的变换 不是因为它们有对称性 所以这一行是对的 下一行 第二行 也是对的 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九个 分量的相加 然后我把这两行 加在一起 那就会得到了这个结果 这个相加 所以我们会得到 Ai阶加A阶 等于括号的Bi阶加B阶 加上括号的Ci阶加C阶 然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称 所以这两个就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可以写成两倍的Bi阶 因为这个是反对称 所以这两个相加是等于零 那我们当然就会得到了这个结果 Bi阶就等于二分之Ai阶加I阶 同样的道理 我把这两个四相减 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个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证明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证明 这个 这个就是index rotation的好处 你们回去翻翻你们课本 如果 你们要依照 如果是依照这个的话 你们必须怎么样 假定你不用张量符号 你直接用123就是用xy来写的话 会变成什么结果 这一个就有九个方程式 这边你要写出九个方程式 然后你要把这两个九个方程式 两两相加 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最后这边又得到九个方程式 你会写死 这个是张量符号的用处之一 我用一个方程式 我就代表九个方程式 而且这九个方程式 写起来吗 格次都一样 就只是下标在变 可是你要真正的用xy去写 那你就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就是张量符号主要 也就等于说 我们在工程上 常常会看到一组方程式 形式都一样 只是那个下标xy换来换去 那我为什么不用一个符号资料 来代替审视的多 这个定理就告诉 这个证明 告诉了各位张量的 很大的一个用处 否则每一个都有九个方程式 你同样列出来 你不用这种下标的符号的定义 你就xy统统慢慢列吧 所以我再强调 这个是告诉各位 一个证明 一个那个 那个这个指上各位了解 第一个张量符号的用处 第二个张量符号的一个运算 这里面中间关键的 就在第一行到第二 第一次到第二次 那用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下标转换 所以这个证明还蛮单纯的 下面当这个呢 如果一个 一个 他就像讲的 如果A sub I接 是等于反对称 是等于反对称 那A11等于A22等于A33等于0 这是你们都知道 那同样的道理 我不管我有几个下标 只要这个下标是对MIN是反对称的话 那M等于N的时候 那几个分量也是通通等于0 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 OK好 现在 刚刚前面的 现在 我们再特别的告诉各位 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各位解释了 如果一个量 一个下标符号 它的没有指定的下标出现两次的话 它代表的是一个summation 那这就我们特别告诉各位 这边就讲的 而且 它一个下标会出现两次 只有这几种形式 第一个 是一个符号 同一个符号 不同的下标出现两次 它就代表 I等于到 所以这个就代表A11加A22加A33 当然 第一类型 它只有这几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同一个符号 它的没有指定下标出现两次 所以 我们再看看 比如说A接KL 这个代表81个分量 可是如果 我把这两个相等 A的IIKL 它就只代表九个分量 因为这个是代表A的11KL 加的A的22KL 加上A的33KL 就这个意思 也就代表 这本来是要用 四个不同的坐标系 四个坐标系统来描述 但是我这两个下标一样 它就代表了 我是第一第二个 同时等于1的物理量 加上第一第二个等于2的物理量 加上第一第二等于3物理量的相加 这是特殊规定 所以这个是一个四个下标 等于81个量 这个马上变成一个矩阵 只剩下9个分量 而每一个都是三个子相加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类 同一个符号 有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 那它们等于summation 记得 注意啊 AII跟A22是完全不同两回事 这个就是代表 特别只有一个分量了 我第一个下标等于2 这两个都是指定的 这个是等于A的11加A的22加A的33 这是第一种形式 单独的一个符号 有两个不同的 有两个没有指定的下标重复 第二类 第二类会出现的就是 内积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两个不同的符号相成 但是它们有一组 互相各有一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是一样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 其实跟第二类是类似的 这个是指的是两个 都是一阶的 这是一阶成二阶 但不管怎么讲 它们这两个都各有一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是一样 所以这两种都属于内积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说明过 第三组会出现 两个相同的下 没有指定的下标 就是这个 微分 像partialFY对XY为分 等于partialF1对X1为分 加F2对X2为分 加F3对X3的为分 所以以微分项来讲 也要记得注意到 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上面是FY对XJ的为分 这个代表了九个量 F1 F1对X1为分 F1对X2为分 F1对X3为分 加上F2 或是F2对X1为分 F2 这代表九个分量 这个呢 因此这是一个矩阵 这结果是一个矩阵 这个呢 结果是一个实数 它就是F1对X1为分 加F1 F2对X2为分 加F3对X3为分 这个成了一个实数 所以依据同样的规则 你们要注意到 你可以说我这是我的英尼分量 我可以写SIGMAIJ 这代表九个英尼分量 你也可以写SIGMA11 或者写SIGMA22 这代表正英尼 听好 不要没事写这个 你写成SIGMAIJ代表什么 这个千万不代表 代表一个这个 这个就代表 你这样子写就代表SIGMA11 代表SIGMA22 你这样子写 代表三个正英尼相加 你不要说我这个只是代表 这中间的任何一个 不是 你一写成这样子 依照规则 就代表三个正英尼相加 大家要小心 这个就是未指定的下标 出现两次的状况 这是规定 不要问问为什么 这个就是规定 而且依照这个规定 来处理那些运算 毫无问题 反正没有指定的下标 只有在三种形式 第一种 同一个项 出现两次 第二种 因为是内积 出现两次 第三种 偏为分 所以你写成SIGMAII 它就代表SIGMA11 加SIGMA2 加SIGMA33 你们将来 在运算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乱写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 我们的下标分两类 一个叫没有指定的 一个叫FIX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实际上还有第三个 叫做DOMMY DOMMY DOMMY是假人的意思 也就是 我们现在给各位写一个 所以当我们谈下标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有三个 我给各位写 比如有一个写 物理量 五个叫 EIIKL 这是重复的 这个下标 我们就叫做FIX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 等于E 这两个 我们就叫DOMMY 因为它不是真 因为它是代表 等于1等于2等于3 它也不是完全指定 但也不是字 这个呢 我们讲的是 UNSPACIFY 那我们现在告诉你 它也可以叫FREE FREE INDEX 为什么叫FREE 它可以自由的 等于1或等于2等于3 这种就是我们的 下标的三种形式 FIX 指的是这个下标 等于已经固定 DOMMY 指的就是它会出现两次 所以它就是等于1 加上2等于3 等于1 加等于2 加等于3 FREE 也就是所谓的UNSPACIFY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好 下面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很有意思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 AI A接 这样代表了同样的东西 但是 但是 我不能说AI 等于A接 这个是错的 好 这是你们知道的 可是 AII 跟A接接 这样也是代表同样的东西 它是等于 都是等于A1 加A2 加A属利 而且 不好意思 这个是对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 这两个 代表是同样的意思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写法 是不是还是等于 A1加A2加A33 等于A1加A2 A33 是没错 可是如果 我们也刚刚讲了 你看你这样子写呢 它会暗示 A1等于A2等于A属利 而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所以 这个写法不可以 这个写法可以 也就是等于说 你加号 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 跟加号 减号 等号 所隔开的 不相同的 Free Index 一定要一样 我们讲的是Distinct 我们一直就避开这一段 也就等于说 我现在写的这个方程式 是可以接受 这个是对的 因为这里面也是一样 每一项 加号 等号 所分开的 每一项 不同的 Free Index 就Unspecified 不同的 这个自由下标 都是相同 各种 至于这里不是说 多一个LL 这两个L 它是属于 没有指定的下标 可是它不是不同 它是出现两次的 所以它不在这规定 因为 我不管你这个写的是什么 反正它就代表 这一项 就代表B的 EI接 加上B的 22I接 加上B的 33I接 所以这一项 名义上只是 等号左边 是两个项相加 其实不是 其实是四个Term相加 等号左边 其实是四个Term相加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时候 我高兴 我高兴 这个只要 这种DOMMI DOMMI 它的这两个 重复的Index 符号啊 我可以任何 随意改 它本来是II 我可以改成JJ 可以改成LL 可以改成MM 反正它意思都一样 我可以随意改 这就是这段话讲的 我可以任意改 可是下面呢 我们是在强调一下 可是这个FreeIndex 这个FreeIndex 你不能随便改 你要改 要一起改 你不能 我直接就让我高兴 我把这个I 改成K 这个KJ 然后嘛 这边还是B的LLIJ 这也是D的IJ 那个不可以 你不能 你不能任何时候 把这个FreeIndex 单独改 你要改 就我们刚刚强调的 你要三个 一起改 可是中间的这个DOMMI 你可以随时随地 任意改 这是这两段话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 在一个方程式里面 我要强调 FreeIndex 也就是Unspecified Index 不能随意改 要改 要整个方程式都改 才可以 但是DOMMI 你可以高兴的话 想改 就改 最后 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下 还有一点 还要注意一件事 不能够 我的没有指定的下标 没有指定的下标 Unspecified Index 最多只能出现两次 不能出现三次 出现三次是没有意义的 我刚忘了讲了 绝对不能超过三个 超过两个 最多两个 没有指定的下标 最多只能出现两次 所以这边给各位看的 第一个 这个A 下面三个I 同一项 出现三个 这个不是 这是第一个 这我们讲的 AI A sub Ii 就等于A1 加A1 2加1 这是一个实数 AI阶 是一个矩阵 这个就是 有没有重复 出现的差异 第二 就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 AI 可以等于 AJ阶 可以等于 AKK 这个没有错 因为它都是 等于同样的意思 都是等于同样的意思 这是第三个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讲的 三个下标 是不被允许的 三个相同的 没有指定的下标 是不被允许的 第四个是 这些也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 我们等号左边 是一个内积 但是它是AI 乘上BGI 所以等号左边 指定那个 DOMIN INDEX 有两个 就是II FREE INDEX 是一个 但等号右边呢 就是一个H2 那成了一个存量 那当然是错的 这些呢 只是在告诉各位一些 可以的 或者不可以的 一些东西 第五个是 A B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提醒各位的 如果是内积 AI BI AI BI 等于那个 AICI的话 因为是内积 所以不要把那个 CI叫做AI等于BI 这个也是不可以 这个会造成一个错误 下面这很重要 你们看下面这个有四种外积的 这四种乘法 它不是真正的外积 它也是内积 它每两项里面 都有一个 每一项 每一项里面 都有那个 一组 都有 都有 那个两个 INDEX 是相同的 就都有一组 DOMI INDEX 而在向量的 惩罚里面 这种都可 在张量的惩罚 这些都是合理的 它都代表 矩阵的惩罚 它都代表 我看我下面 你们写 我记不得的 但是中间 只有一种 是你们真正熟悉的 矩阵惩罚 就是这一个 记得 这四个都是属于 内积的形式 因为它每一个 都有两个符号相同 但是只有这一种 我们直接写给 我看他用的符号 是什么 A的I接B接M对 它的组合都可以 但只有这一种 你们自己看 我们写给各位 你们抄一下我们 这个 就是对应于 我真正的矩阵A 乘于矩阵B 因为你们看 这个每一个都三个相加 这个左边 这个就是 J等于1 J等于2 J等于3 你们先回顾 你们先看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A 如果 I等于1 J等于2 先看这一个 那这一项就会变成什么 不 不是J等于2 M等于2 对不起 I等于1 M等于2 这个就是A1 J乘上B的J2 这个就是 J等于加J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 这是代表 那这个得出来的 假定 A等于B 是等于矩阵C的话 照定来讲 这个就是等于C的 12 矩阵C的12 你们看 这是A 这是矩阵B 这个是矩阵C 矩阵C的12 等于是这一个值 这个值 是不是等于 依照你们知道 矩阵乘法 是不是等于这一排 乘上这一个 那你们看 是不是就这一项 A的11 乘上B的12 加上A的12 乘上B的22 加上A的13 乘上B的32 所以 这种写法 就是 当米是在中间的 这两个 这个就是传统的 矩阵乘法 如果你要写 你要 你要用这个下标符号 来表示 传统的矩阵乘法 A乘B 记得 它的每一个分量 就是等于这个样子 它的当米要在中间 我们刚刚举着例子 就指大家看 假定 I I是等于1 M等于2 这个值不就等于 这个乘这个 而这个乘这个不就是 这一个 一模一样 那我们下面讲的另外三种乘法是分别是等于什么 我们这边给各位对照 其实它并不难 这是其中的一个了 那我们慢慢看 它有各种组合 就是这个J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 这个就传统我们讲了 那如果我把这个左右对调 我写成这个形式 A J I B的JM 就是把第一项的J对调 那会变成什么 JI跟AJ 是不是就代表 把一个矩阵对调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A的存是Pause 反之矩阵乘上B 如果你要写这个形式 就等于这一个 第三种写法 我如果这个不对调 不是把后面这一项的J跟M对调 我就会变成AIJ 乘上B的MJ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矩阵A乘上B的反之矩阵 最后一种 A的JI乘上B的MJ 就是等于A的反之矩阵 乘上B的反之矩阵 你们知道我写这个T Transport 就是把每一个矩阵的最了限对调 所以我们讲的 在所谓的Indent 这些张量的惩罚里面 这四种形式都是成立的 他们都代表矩阵惩罚 我这没有照这个顺序 你们自己对照一下 把这个写在下面 可是他们事实上 都是可以代表矩阵惩罚 但只有这种形式是传统的A跟B 否则的话 分别是某一个矩阵 承担另外一个矩阵的反之矩阵 Transport Transport 各位记得反之矩阵 就是把每个矩阵的对角线对调 所以你们将会看到这四种形式都会出现 都有可能 这它代表的意义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张量下标符号 跟矩阵惩罚之间的关系 你们自己把这四个对照一下 抄一下 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来 这个每一个 这个每一个都代表一组矩阵惩罚里面的 九个分量 某一个 分别看I或是M各等于几 I等于1 M等于3 就代表它这个矩阵惩罚的 结果的第一行 第一列第三行的分量 所以这个是有九个T 接等于1加点 加等于 这有九种组合 分别有不同的I值跟M I跟M用不同一二三代基区 每一个都有九个 都代表九组时数 而每一组时数都是三个量相加 大家炒 我再强调 把我黑板这个举对一炒一下 那最后 我们再给这也是一个证明的 这你们知道的 如果 AI阶 是个对称矩阵 BI阶 是一个anti-smil 反对称矩阵 那这两个矩阵相乘 会得到什么结果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公处有学过 一个对称矩阵 跟一个反对称矩阵相乘 它的结果会变成零 你们公处有这个证明 还蛮啰嗦 我们用张亮证明的很简单 因为AI阶是对称矩阵 所以AI阶等于AJI BI阶是反对称矩阵 所以BI阶等于负的BJI 等于负的BJI 然后这两个相乘 会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看 会得到AI 就是这两个直接乘在一 这一式乘这一式 等号左边乘等号左边 等号右边乘等号右边 所以AI阶乘上BI阶 等于 AI阶乘BI阶 可以等于 第一个式子是 因为AI阶是对称 所以呢 可以等于AJI乘上 BI阶 可以等于AJI乘上BI阶 OK 可以等于这一个 然后因为BI阶是反对称 所以这边变成了AJI乘上BJI 这边加上一个负号 再加上一个负号 可是呢 我们讲的 依照我的下标的转换 我可以把这两个GI改成I阶 这个A的GI也改成I阶 所以这一个又可以等于 负的AI阶BI阶 所以结果就是 正的AI阶BI阶 等于负的AI阶 我这边偷懒了一行 这一个可以等于负的AI阶BI阶 但是不是对称的关系 是指定符号转换 所以我们得到结论等于0 这个就告诉你一个对称举证 成长反对称几乘等于0 但是重点是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刚讲 举证惩罚有四种 我们证明是几种 另外的三种 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也就是告诉你 只要这两个举证 一个是对称 一个是反对称 我不管哪种惩罚 不管是自己 承自己或承让我的反正举证 都是会等于0 那这个有一个我讲一枚写 可是很重要 这个可以扩充到 不只是二阶的 也就是说 如果 你们看 假定 A是一个二阶的对称几乘 B是一个三阶的 B是一个三阶的 但他也是对 埃根阶反对称 那 结果也是一样 这个你们要牢牢记得 我们后面会用到 我不管是几个 乘几个 只要这两个物理量 对同样的两个下标 一个是对称 一个是反对称 那当他们进行这个累积的 惩罚的时候 结果就是等于0 一个是对称 对同样的两个没指定的下标 分别一个是对称 一个是反对称 这两个物理量 沉在一起 属于累积惩罚的时候 就会等于0 这个我讲一没有 你们自己写一下 好 那这个结束了 我们第一个小结 第一个小结 很重要 所谓的index rotation 告诉了各位 我的下标佛代表了什么意义 以及他的一些运算 那就是今天的homework 这只有一点 因为我进度比我想的慢 你们回去可以把这个字移化掉 这个字移本来表示 我本来今天会有四个作业的 第一第二小结有三个作业 但是来不及讲了 所以我们今天只谈第一个 今天只有一个作业 这是日期 记得我们作业不管有几个 今天的作业就是下个礼拜同时间交 大家就要记得要打字 这个作业很简单 你们把下面的这几个式子的展开式写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成法 比如说第一个 然后我有告诉各位 愿你们看 比如说第一项 也是一样 我写的是AI阶 这很简单 等于B的AI阶 等于B的MI 我看看 我们说是M等于E阶 比如说以第一项来讲 它有四个项 就是四个成法的项 我们只要以第一那样的项 我写的是AI阶 等于B的M阶 所以我们就是问 当I等于2 M等于1的时候 这一项等于几 因为这个很明显 这等于三个项相加 你们只要把那四个项 后面的等号 通通写出来就好 这只让各位熟悉一下 这个作业熟悉的话 就是打字大概也只要五分钟 把四个项面四个项 每个项都假设 I是等于2 M是等于1 然后每一个项 是等于什么项 展开来就好 这个答案应该就只有四行 就是电脑打字以后 列印出来 因为今天我们进度 比较稍微慢一点 没有关系 因为前面清楚 后面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那就是今天的作业 这个就结束了 我们这个第一小节